欢迎来到齐点转运站 你的人生你说了算 我是凯宇 我是宜璇 齐点转运站这个单元 是凯宇老师的线上课程 活出有选择自由人生 给学员的一个福利 只要你完成学习 就会有一次机会 可以填写齐点转运站的表单 针对信念这个主题 跟凯宇老师有进一步的交流跟互动 今天来信这位朋友 他是很焦虑的 有选择的困难 我想这是很多人生命当中 常常会遇到的 无论是面对自己的未来 还是自己的人际关系 那我希望透过今天这一段 回应或者是回馈 能够带给他一点力量 今天的来信是 他署名是迷路的汪汪 32岁行政人员 汪汪说 凯宇老师你好 我是汪汪 目前在公司担任行政工作 因为工作周期的关系 忙碌跟闲暇的状态差异很大 刚开始很难适应 重复会有两三个月的空闲的焦虑感 但是我也不敢跟别人说 因为怕别人觉得我自己在无病身影 后来认识了起点文化的频道 让自己持续收听陪伴这些焦虑 最近呢我的前东家对我招手 希望我回到以前的教育工作 我对于跟孩子相处是有兴趣的 那我觉得那是最快乐的事情 每天听着大家鸡瓜的讲的日常发生的事情 但我也思考了我当初离开的原因 是因为薪资啊福利啊 请假制度工作内容 还有社会价值观等等 可能我今天做的决定 明天又会推翻自己 不断的来回的过程 那我也开始找资料 问问自己 为什么没事做会感到焦虑 我可能 我找到两个 我找到可能的原因是 被需要的渴望 成功跟忙碌画上等号 还有讨好者的人格 以及情绪无能者 最后我发现自己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因素 从小到大都有讨好性的人格 以及对于被需要的渴望 所以我想回去原来的行业 觉得自己能够解决别人的问题 看到孩子的成长 也满足自己被需要的成就感 最后我想询问邱老师 为什么知道了可能的原因 我还是会不断的摇摆决定 然后又该怎么跟自己对话 让我自己的心安定下来呢 来 凯一老师 你的想法 他最后一个问题 我觉得问出很多人的心情 就是为什么我都知道了很多道理 但是还是过不好这一生 对 好扎心的一句话 好 这很正常啦 就是说很多事情 如果我们单纯的只是知道道理 事情就会按照我们的道理去演进的话 那我想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辛苦 但反过来说 如果你知道了很多道理 而你的人生就按照道理前进的话 你真心认为它会是一个愉快的好人生吗 这我也没办法回答你 因为有时候生命会有一些意外性 而且有时候就是在经过焦虑跟挣扎之后 才会显得你的决定的珍贵 你会知道自己为什么或者是为什么不 所以我想啊 这样的一个焦虑 我们要做的不是很快的想要去追求一个答案 因为如果我告诉你 包含你的问题是 为什么知道了可能原因 还会不断的摇摆决定 好 说实在我真的给你一个标准答案 你就不会再摇摆了吗 你真的就决定回到前东家 你就不摇摆了吗 你真的呆在你现在工作 就不摇摆了吗 你这两个都放弃 然后找到一个你觉得更梦幻的工作 就不摇摆了吗 这些问题呢 我觉得很很重要 而且呢 我觉得人生有时候 到最后有一些人会越活越有自信 越活越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 我觉得其中的关键也是在于 这些摇摆的过程当中 到最后他做了那个决定 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印证 他是谁 他想要什么 想法可以有很多 但做法其实很简单 是 所以回到他写的内容 我们稍微来复盘一下 他说前东家很辛苦 薪资各方面的条件也不好 所以想要离开 然后他说 但是现在工作可以喘口气 可能空闲时间多了 又会感觉到焦虑 然后他最后就问 为什么知道可能原因还是会摇摆 还是会不断的摆档决定 那我觉得呢 这里面有几个可能 我先说 这只是可能性 而且呢 我们的听众 我想也很谢谢汪汪嘛 对不对 对汪汪 也很谢谢汪汪 他透过这个发问 我觉得不只是回答汪汪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试着 对对看 看看自己有没有类似的状况 那如果你有的话 而我说的可能性 也符合你的生命现场的话 那么我接下来的一个分享 或许会对你造成一些参考性 是 你看哦 为什么人会矛盾哦 我遇过多数 矛盾的状况都是 他在生命当中 可能都花很多力气去思考可能性 我可能在原本的工作会如何 我可能待在这里会如何 但这可能性 当他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会让我们的大脑呢 当机 因为资料量太多 可是呢 我们当机 你看哦 像一般电脑来说 资料处理完之后 他输出完之后 他会释放缓存嘛 是 但我们的心智要怎么释放缓存呢 唯一的方法就是只有行动 哦 就你想过的东西 你有用行动去验证过 嗯 你不是只是停留在想 动动 很多人为什么会忧郁跟焦虑 原因很多 有生理的 有心理的 而其中有一个部分就在于 他对于他所有想的事情 比如说他觉得 他在考虑这个人喜不喜欢我 但他没有去询问 他没有去验证 嗯 我到底适合不适合工作 适合不适合这个工作 他没有付诸行动 去做测试 去做必要的功课 哦 所以他的心智的缓存 是释放不了的 嗯 所以同样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矛盾 因为很有可能 他并没有用他的行动 去验证 嗯 所以我在这边呢 我要问汪汪的就是 呃 我也问所有的听众啦 如果你有类似的状况 如果是回到汪汪的身上 他当初 就汪汪你当初换工作 你是主动换工作 还是其他原因离开了那里 诶对 这是一个值得问的问题 这里面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如果你是出于自主的离开 那么你当时一定有你的选择 跟判断的基准 对 那这个基准到今天 是否仍然成立呢 甚至于他什么原因 选择现在的工作 对 可能也有当时的原因 没错 那如果你是因为被动的离开 那原因又是什么 其实如果没有这些讯息 我也没办法很粗暴的说 你就该怎样 或者是你就不该怎么样 我觉得那些都太快了 是 所以汪汪你听到这里 你问你自己 你当初为什么换工作 是主动的理由 还是被动的接受 还是其他的原因呢 然后再来 我们通常会觉得 一直摆荡在各个不同选项之间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叫做我们太想要一个答案 而不是给一个 而不是给自己一个探索的容许 是 好 什么叫做探索的容许呢 就是说 在我找到 应该说 在我做出明确的决定之前 我愿意多给自己一点时间 去做一点功课 去做一些了解 好 我以前念研究所的时候 我的老板常说一个词汇 你的老板就是你的教授 对 我的教授 对 叫做存而不论 好 那简单说就是 我对于任何事情 我先收着 我先听着 我先理解着 但我不要那么快的下定论 因为一个人他会难受 或者是一个人会矛盾 他的理由可能有很多很多 而且各自的理由 可能在各自的时空背景 都是成立的 是 这些就叫做想法很多 对 那到最后我要怎么样聚焦 成为我自己真实的做法 嗯 这里 如果你太着急 太急着想要一个答案 那你就会很快的去摇别人的肩膀 或者摇我的肩膀 说你就告诉我怎样就好了 嗯 可是麻烦就在这里 我们是人类 是 我们不是接受指令的机器 是是是 就像我开头问的 如果我真的告诉你这样就好 你真的就相信了吗 对 开语 我这边想问一个小问题 就是我听到这里 我有一点点觉得 好像是不是 我们人的大脑 就是一旦有了答案 你可能就会 一直往那个答案奔去 对 这是一种嘛 就是我常说 你有了答案就不会再去思考 是 这一种 而另外一种就是什么 你一直停留在探索 你没有试着做一些小的 行动去验证 那你的缓存就会无法释放 OK 然后你就有忧郁啊 焦虑啊 摆荡啊 矛盾啊 什么都是这些原因 他是不是有一种 类似蔡格尼效应那样子 一直在 对 脑袋心里转 对对对 但是都一直是一些未尽事物 对对对 你蛮厉害的 已经越来越会 我是因为你坐在前面 所以我才敢说 讲讲看 如果不对你就纠正 对很类似很类似 只是我们刚才 你刚才说那个效应 它是用来解释 就是说我们对于未尽事物 会卡在我们心 会占据我们的记忆体 这个解释是很精确的 是 所以其实对于汪汪来说 我如果真要说个再具体一点 其实有两个行动的建议 应该说两个方向 而第一个方向有两个行动的建议 第一个方向就是 你要先创造自己的选项 那他的两个行动就是 第一个 你要问自己 如果你回去前东家 那前东家能够给你什么 对啊 如果你以前不喜欢 或者是不想要 或者任何原因离开的原因 现在前东家仍然存在 那你有什么理由回去 再把头洗一次呢 我能不能得到一个更好的对待 可是在这里更深一点 那汪汪 你有没有去谈谈看呢 前东家不是找你吗 对对对对 那他找你 难道你就是要原版原样的接受吗 你可不可以跟他谈 还是你只是在想 你看又来了 如果你一直在想 你就是缓存无法释放嘛 可是谈就是 本身就是一个行动啊 是是是 因为你当初离开的原因 如果按照你的内容来说 可能是钱啊 或福利啊 不OK 那你谈谈看看 看这些有没有能改变嘛 嗯 对不对 你不去谈 如果你还回去了 那前东家怎么看 嗯 他应该会觉得 就吃你嘛 对 他应该会觉得我 呼之即来 呼之即去 对啊 那反过来说 正因为前东家 他是主动找你 所以你这时候有一个 很有力的位置跟条件 可以主动去谈 是 哦 我在这边要强调 我不是要你去 一定要去争什么 嗯 而是 这本来就是我们行走江湖 一个 一个合理的 可以为自己争取的 对不对 对不对 福利 对 因为如果你觉得那边 你会有成就感 那么其他的配套 如果搭配得上 这是不是一个 很好的工作呢 而且我觉得 汪汪可能忽略了一个东西 叫做 为什么钱东家 会对你招手 嗯 会不会是 汪汪其实有 他自己不知道的优势 有可能 对 好 所以呢 事实上 你主动去谈 但如果你没有去谈的话 你不去行动的话 这事情不会改变 对 好 就是脑子 就我们说 从黑跟白中间 你要切出很多的灰阶 嗯 如果怎样 我就怎样 好 这个是重要的 所以第一个行动是 你要问自己 如果回去 那钱东家能给你什么 是 所以这个是你要去谈的 不是要空想的 是是是 真的 那第二个行动呢 就是说 如果你不回去 你在现在的工作 嗯 那你空出来的时间 这些空闲 你要拿来做什么 对 对不对 对 我觉得这反而是比较重要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你回去前东家 假设你越做越好 他有可能越来越忙 但也有可能你到了某个境界之后 很多事情可以交办出去 你也可能闲下来啊 嗯嗯嗯嗯嗯 而且人生哦 不要说怎样 就人生有一个悲哀是在于 你都要别人帮你安排 你才不会觉得寂寞 那有一天你会是一个最寂寞的人 OK 因为你你年纪到 到一定的程度 或你的历练到一定程度 已经没有人有资格 嗯 或者已经没有人愿意这样的安排你 是是 还是你希望你这一辈子都愿意被安排 其实越被安排都会 往往会掉进另外一个 可能就会觉得自己被控制了 对啊 嗯 所以你看嘛 有很多时候就是 如果你没有先帮自己把坐标定出来 你要别人帮你决定 他注定都是个死局 都是一个死循环 所以如果你不回去 那这些空闲时间 你能够拿来做什么 嗯 比如说你现在的工作 你要不要试着安排一下 你现在工作的空闲 你要拿来做什么 是 对不对 你出去玩也很好啊 我觉得哪怕是出去玩 我觉得都很好 看看这个世界嘛 对对 对不对 或者是你现在的工作 假设你没有想要离开 你可以跟你现在的主管谈一谈 公司有什么发展 有什么可能性 而你可以做什么 有什么事你可以主动去承担的 嗯 这也是一个方法 对 又或者是 嗯 如果呢 你这个公司 他就是这样子嘛 嗯 就是个大衙门 就是大家来养老的 哦 也没关系啊 你腾出了时间 你腾出了手脚 你可不可以去做兼职呢 诶可以 你可不可以去学 你有兴趣的东西呢 嗯 嗯 就是说这些都叫做选项 可是这些选项 如果汪汪是 你期望有人告诉你 你就怎样就好 嗯 那就会一直回到我前面所说的 你会一直处在一种叫做 叫做 叫做荒张 可是当别人给你做了决定 你又觉得被限制 嗯 的这个矛盾里面 嗯 所以我从汪汪的 这个信里面 我看到蛮多的 就是说 他对很多事情是 think about it 就是在想他 对 talk about anything 就是他讨论很多事 嗯 但是好像没有 just do anything anything 就做一件事呗 好有没有 这两个行动 第一个 如果回去 前东家能给你什么 去谈谈看 是 第二个 如果你不回去 你原本的空闲时间 你能可以怎么安排 OK 而这两个行动 其实就是一种 允许自己探索的 没错 好 可是我从汪汪的 这个信里面啊 嗯 我其实 每一封来的信啊 我都会读好几次 我 我有读到一个隐藏信念 嗯 我不太确定 汪汪是不是这样 但因为我资料太有限 但我在这边也分享 给大家听听看 看看你有没有 类似的状态 这个隐藏信念就是 既要又要还要 既要又要还要 哦 就是我既要有存在感 又要有好收入 我还要有自己的生活 是是是 我觉得这样的愿望 没有不行 嗯 我也曾经有过 这样的愿望 对 可是这样的选项 就像我说 它不是空想而得来的 嗯 你要开始有一些 具体的行动 真的 你当然可以既要又要还要啊 嗯 任何你现在 很羡慕的人 他的生活 从你的角度 是不是你看起来 都是他既要又要 还可以得到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他的现在啊 对啊 有回去爬人家的过程吗 对 你讲到关键了 过程当中 他可能有弯腰低头哦 有 他可能有 老公老弟啊 对 在过程当中 他有拿什么换什么哦 嗯 他有做行动哦 嗯 他有很多很多的 试错的过程哦 嗯 对不对 好了就以投资市场 我真的给你一个 呃这个赚多赔少的策略 长期来看一定有正报酬率 嗯 是不是得你要先去开户 是 是不是你要先进场 是 那你进场之后 难道交易100次 就100次都赚钱吗 不会啊 那万一你 假设胜率是80% 但你前面20次都赔钱呢 嗯 我会没有信心啊 对啊 可是如果胜率是80% 嗯 那后面80%是不是都赚钱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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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你前面的几次一定是如何 嗯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就是这些既要又要还要 它只是个我们做对一些事情之后的结果 是 它并不是一开始就可以这样 OK 可是你心中可以一开始有个相信 而这份相信是要刺激你的行动 嗯 而不是刺激你想更多 哈哈哈哈 好 其实很累啦 就很多人 他他只是让自己一直处在资料处理的循环 OK 他就像是个处理大数据的AI机器人 但他没有产出任何ChatGBT的哪怕是网络文章 OK OK 好 所以呢 事实上 我在这边跟汪汪还有跟我们所有朋友的分享就是 我们思考的镜头并不是理解跟智慧 很多人以为思考的镜头是理解是智慧 其实不是的 嗯 一个人可以跟你说他很深刻的理解 他也可以展现出很棒的智慧 但你要看这一个人 他到底活得如何 是看他的行动 是 好 就像我常讲的 想法可以很多 但做法往往很简单 对 一个人在关键时刻的关键决定反映了这个人 嗯 而不是他在任何时刻的宣称 嗯 更不是他把他的思考流程摊开给你看 就能够证明些什么 这是没有办法的 OK 因为决定意味着你要付出成本 嗯 决定意味着你可能有风险要承担 对 但也因为成本跟风险 嗯 他才更凸显了你为什么做他或为什么不做他的价值 是是是 所以其实 汪汪的议题上 是跟 怎么跟这个世界对话 嗯嗯嗯 跟机会对话 跟前东家对话 嗯 跟未来的自己对话 嗯 所以呢 思考不是只停留在思考 好 包含像我自己制作课程 我一定要花很多时间思考 嗯 要去闭关 要沉淀 对 可是到最后所谓的制作课程是怎样 我想完之后课程就出来了吗 还没有到这种科技 可以老师还是要行动 而且我想完之后 我把它落笔 我把它写本 我把它做 录音 做那个 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 录的过程都还可能会改 是 因为我在 我在做课程纲要设计 我觉得是这样 可是当我录的时候 可能我变了 可能环境变了 可能我发现 哎 就是输出的形式不同 内容结构会改变 是 就像 宜选你 常常有时候要写稿嘛 对 你会发现 有时候口语的逻辑 跟文字的逻辑 真的落差还蛮大的 是真的 对不对 文字很成立的 你在口语上就不能这样呈现 是 对 所以要怎么样去 印证自己的思考 汪汪 你要能够克服焦虑的最好的方法 尝试去做行动 OK 你的信都可以整理到这边 我觉得你现在需要的 不是在想的更多 去问问你的前同家 主动跟他谈 或者是去问问你现在的公司 空间在哪里 如果都没有的话 问问这个世界 我空出来的时间可以干嘛 是啊 甚至于就是刚刚凯宇老师提到的 那个既要又要还要这个隐藏信念啊 其实你也可以问自己 会不会这个世界有这样子的地方 但是你还没有去看见 或者是你还没有帮自己找到 甚至于有没有想过你可以 你有可能是自己去创造的 对我补充一下 好 你刚刚最后讲到的创造其实很重要 OK 我觉得那个既要又要还要 至少我有限的生命经验 我看到的 那个能做到外人似乎认为 他既要又要还要的 多数都是自己创造的 真的喔 那创造的过程就是 如果你存心就想要有一个 有一个世外桃源 我只要能够找到那个入口 一切就结案 你就永远找不到那个入口 OK 但是当你发现 追求世外桃源只是个迷思 而你可以打造自己的世外桃源 就像我记得不知道谁说的 就是说我干嘛嫁入豪门 娘就是豪门 这个姐就是豪门 姐本身就是豪门 对啊 其实是这样子的 但这要靠行动 是啊 我觉得凯特老师讲到这一段 我还蛮有感的 因为我自己在工作上就是 前面几段我也是 有这个不满跟那个不满 然后我其实也是靠着自己 一步一步的行动 才慢慢的找到起点文化 接近起点文化这样子 对 好所以回到今天 对于汪汪在决策上的摇摆 我发现啊 当我自己内在有摇摆的时候 那个多半内在对自己 是有不确信的 那我就回推 那我那个不确信 他其实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自信 才能够支撑我自己往前走 可是问题是自信 他又不是天生的 他需要一个很健康的自尊 才能够支持我们 慢慢的一步一步去走出来 所以啊 在嘉宁老师的 好好在一起 这门课程里面 他就会很有系统的 陪我们去梳理 那个不安全感的来源 而且非常珍贵的就是 嘉宁老师在这门课程里面 关于如何拥有健康的自尊 他就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项度 他分别是自我价值感跟掌控感 那如果听众朋友 或者是汪汪 你们觉得对于健康的自尊 很有兴趣的话 非常鼓励你现在就加入课程 让嘉宁老师陪伴你 一步一步的认识自己健康的自尊 是怎么打造出来的 那目前好好在一起 这门课程呢 到9月14号之前 只要2817 过了这个时间之后 我们就会调账啦 所以你在听到的这个同时呢 一定要记得 马上手刀加入 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 期待下一次的起点转移站 再见咯 拜拜 拜拜